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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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反彈 昨天就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因为它跌也不会每天跌 延续跌了三天 以这种盘势来讲 老实讲昨天就可以不跌了 涨了也当卖了 昨天不是曾经跌了一两百点 最后缩小 但是如果你从最低点来看 它昨天也是 你如果从最低点来看 它当然是涨了 因为它缩盘比最低点高 对不对 所以像今天把它补回来 补一个反弹波很正常 但是这个行情改变了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改变 还在整理 完全没有改变 那当然有人跟你讲 我最近也听到一些 这个言论也跟你讲说 明年看到一万六 有人看到一万七 或者看到多少 你看到看十万好了 它说有股票不要卖 这种分析很容易 一定对 因为如果明年没有到一万七 它明年的年底会说不要卖 我们看两万 那后年再继续看十万 反正把时间往后延 因为你没得验证啊 你说明年看到一万七 什么时候 没有压时间表啊 明年没有到一万七 后年看两万 推卸责任 这种不是好的改变 你听这个没有用 不能跟你讲说股票不要卖 你就抱着啦 参加出席啦 子力率很高啦 你听多了吧 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 不是大家都跟你这样讲 结果输的都你在输啊 共的都在共啊 你参加出席有什么好处 子力率很高有什么好处 自己的钱拿给自己有什么意思 不要听那些啦 我跟你讲 我也可以跟你讲啊 这股市会上一百万点啊 民国第三百年啊 现在民国才一百多年而已啊 你不能否定我啊 不然不要说一百万点好了 说十万点好了啦 十万点啦 民国两百年以前啦 你怎么相信 不用讲这些东西嘛 是不是 无聊嘛 我们做股票是要捞钱 要赚钱 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啦 我们是讲现在进行事啊 也没有再讲过去事啊 所以我说基本面啊 看是看未来不是看过去的 你要看过去的基本面最好就是敦泰啦 看三十块啦 你看那个有用吗 过去的东西为什么要讲呢 是不是啊 讲的是未来啦 那我要跟你讲就是说 一个大方向来看 今年已经年底了 那明年会比今年成长的 是在哪里 你要先找出来啊 明年会比今年还成长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什么叫成长 有些公司像这个 像这个就不会成长啊 这个也不会成长 保证不会成长啊 这一定会衰退啊 这个不但不成长还会衰退喔 就是以明年跟今年来比 然后再看后年跟明年比 你要看得很远喔 如果你要长期投资你要看得非常遥远 否则不然你研究基本面干什么 那如果说不要讲那么遥远 讲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得到的 能见度比较高的明朗的 看得出来的 最标准的就是ABF宅板 你不用怀疑啦 就是明年一定会比今年好的啦 会比今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这个才是 这才是真 但是你了解这个情况之后 你还要记书面操作啊 因为它会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啊 就像台积电一样啊 台积电今天公布的营收不错吧 2200多亿啊 比预期中还不错啊 是不是啊 因为它第四季本来就是预估199到207嘛 美元嘛 199亿到207嘛 那你这样你 譬如说台积电明年会不会大幅成长 保证不会 因为明年的景气会衰退 不是台积电的问题 是全球资本市 全球的问题 就像明年我们的经济成长力 台湾来讲 我们已经构好了吧 明年大概也不会成长 不会比今年成长 不是明年会成长 只是不会比今年好啦 这样讲你就听了啦 成长率没有像今年这么高啦 也没有像去年那么高了啦 这没法度嘛 你了解吗 这是升息的结果嘛 所以你说 这个会不会衰退 保证衰退 未来保证衰退的公司 获利会减少的公司 而且获联可能会更衰退 你可以看得到的 不要否定 不要在那边讲基本面很好 不要在讲那边赚多少钱 你说的不好 但是如果以台积电来讲 明年还是应该会成长 因为晶圆代工还是会成长 半导体一定会衰退 整体的半导体一定衰退 但是半导体里面又分了六种 台积电是属于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其他厂还不见得会成长 但是台积电一定成长 但是成长的幅度就没有今年了 没有今年这么高了 你看去年台积电赚了23块 那今年现在目前第三季赚了27块 这随随便便赚都可以赚到 对不对 这现在第四季在10月11月 我刚刚不是讲到 11月公布出来是227亿 比11月还多嘛 一直节节上升 所以这台积电 这占35块36块 应该是简单简单 是不是比去年成长 那明年要再比去年成长困难了 这不是台积电的问题 大环境的问题 所以台积电未来会不会爆发性的大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以明年来讲的话 要过这个高点都还要 都还要在讨论 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如果你年发科来讲的话 年发科 这个手机的晶片 跟网路的晶片 照理讲也是衰退 明明也是衰退 但是因为年发科 他赚的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太高了 他本一比实在是不高 原本他以前就没有飙涨过 古年探阶 前三一探阶 很厚贪 对吧 但是他一定是会败退了 他营收会摔下去 这是一定的 铁定的 所以台积电 但是他 以联发科来讲 他公司又有特别的一个盈利 要都配股的话 每年都还会加16块下去 所以联发科来讲 这个爆发力也不太大 不太大了 了解吗 但是基本上 明年联发科要再大成长 大概也很辛苦 我可以跟各位讲 虽然他有发了一些很多的一些 先进制成的一个晶片 手机晶片为主 但是真的是也 大环境嘛 大环境你了解吗 我要说你听不 明年会大幅成长的是谁 看得出来啊 人家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讲这个大幅成长之前 我先讲一个概念 最近为什么市场都在流行 一些股票 像医美的 医美啊 健康食品啊 好不好 健康食品啊 葡萄王啊 医美啊 达尔夫啊 你没听过吗 朗利芬啊 好不好 或者是吃的啊 亚洲藏兽吃啊 精华啊 王瓶啊 有的吗 美食啊 有的吗 就是看得到未来嘛 会成长 会比今年跟去年成长 股票是这样玩的 但是那些公司 我比较少讲嘛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概念是这样 因为 人家看到的是今年比去年好 明年又比今年更成长 你那么不会更成长吗 会嘛 今年很辛苦嘛 去年也很辛苦啊 前年也很辛苦啊 这些公司之前不是都经营得很辛苦吗 大环境的影响 了解为什么 所以你看会让生机股 涨来涨去 它不是又轮到这些来的吗 生机股有很多啊 也有做新药的 原药料的 对不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彩股 对不对 这个都有嘛 轮来轮去嘛 你了解什么 它为大成长的是谁 我先让你了解 为什么我要讲IP跟ABF 我不会随便乱讲的啦 我也不会说这个涨就讲那个 这个涨就讲这个啦 对不对 没了没了啦 跟你讲真的 那还有一组是比较小的 像工业电脑 明年也会成长 会比今年成长 今年比去年成长 工业电脑 米饭店叫做工业电脑吧 IPC嘛 工业电脑你听过来吧 这就是工业电脑 这就是啊 这标准的啊 立端啊 还有我们的持股广机啊 这就是工业电脑 这标准的 工业电脑很多嘛 这也是工业电脑啊 这种东西嘛 对不对很多啦 至少十几档啊 这比较最近 对不对 了解吧 它轮来轮去嘛 那你说今天太阳能涨 太阳能涨到消息面嘛 昨天就是要涨了啦 那个是短线的啦 那比较属于主力股啦 那我没有意见啦 那个有量就有价嘛 你要操作那些 我都没有意见啦 因为股票1750档啊 我也不会去批评某一些股票 不会啦 你看我很少在讲 在批评别人的股票 不会啦 每一个人喜欢做的股票不一样嘛 好像今天的太阳能股 对不对 通过了再生能源法案 这个早就 早就会通过了嘛 是不是啊 那你昨天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动了 今天再涨一根出来嘛 量很大嘛 当充也很多啊 你自己评估啦 我没有意见啦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 这IP跟APF载版 因为尤其是最近的三载版啊 老实讲这一档股票 你把它放到载版 说什么载版三雄 其实它就不是熊欸 有时候市场里面就很奇怪 就给它名字说 载版三雄 它应该是猫吧 你不能称它 那如果它是熊 它也是熊啊 它也有做载版啊 它除了做SDI版的以外 对不对 它也有做载版啊 对不对 它也做ABF载版啊 它最主要是做BT版啊 它不是以载版为主啊 ABF载版是最高阶的 其实很高的 ABF载版最会做的就是 就是蓝电跟这个啊 跟新星啦 还有EBIDEN啊 日本的EBIDEN啊 易斐电啊 我听过吗 其实景硕是 你如果要 应该说它是三雄 我也 也是随便啊 不然就是比较小的熊吧 这样讲嘛 了解吗 但是我没有对它 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只是说 尤其跟班的啦 我们ABF载版 最主要都讲的是 蓝电跟新星啦 这两党 因为最近都在回党嘛 所以很多人有疑力嘛 那我就做这个补充 我们说明年保证 比较成成长的公司 所以你要注意拉回的买点 那IP呢 IP更简单 IP我常讲嘛 IP在台湾里面 IP股就六党 你不要买不到 尤其不是IP股啦 像它营收不错嘛 这个礼拜一可能表现不错嘛 但是它就不是IP股 你不能说它是IP股啊 它也不是啊 你不能说它是IP股啊 很多人都是买不到嘛 你干脆说台积电也IP股好 你买不到 对不对 这不是IP股嘛 这也不是啊 这都不是啊 真的IP股 我说你听话 就是这支嘛 第二支嘛 这些是啊 你也欲白说啊 对不对 这些是IP股啊 这些是IP啦 这些是啦 这支勉强啦 勉强把它纳入啦 它其实它的IP 也量也很少嘛 它大概只有占百分之十而已啦 但是它就有做 我就把它纳入做IP股嘛 资源就最买名啦 IP股里面做最少的啦 它大部分都做ESC跟NRE啦 客制化晶片啦 那要跟我的意思嗎 我基本品有厉害嗎 当然也很厉害啊 但是老师你怎么不说基本品 啊 說的有效呢 說的高屁才不會去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先啦 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 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 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技術分析 最大的好處就是 情緒管理囉 很多人看到 隔壁會害怕 心情亂糟糟 你就是沒有控制好情緒 因為你不辦 你不可以技術分析 你不可以看 你每天看報紙做勾票 我就說過 做勾票 35年了 你要學那個人做勾票35年了 你每天都看報紙 在做勾票 沒差一天了 了解嗎 賺錢都賺了一、兩天 賺了三、兩天就算了 如果逃勞都百多天 都輸五十、一百一百的 真厲害 我不是說你輸到這裏拍一張 看那個沒有效 看報紙做勾票 看報紙做勾票有效 分析師要做什麼 技術分析最厲害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直講說 我為什麼說技術面是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這裡啊 那邊走去哪裡 比如說 上漲靠前堆 下跌靠風吹 算了 現在那一檔不曉得好去哪裡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這個概念 你要有錢才會賺 你說真的太陽能會賺也是錢 錢賺下去就賺了 開玩笑 股票是用錢在算的 用錢說的 你看這些股票 一檔一檔達政我說你要想不定 你看我就逼著說就好了 我們沒有跟他批評了 這個做PMIC了 這個達政 你沒賣掉 就想 這落一檔是這樣 不就怕算 我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說什麼股票要回去導賊 你說要做什麼 你有資料賺這檔 你要先走嘛 才就下來買 但我之前不是跟你講嗎 這個藍電 所以當初怎麼買怎麼賣怎麼 我不是都跟你講過很多次 還有譬如說這個 你看這個 這都達政耶 你沒賣也是太 兩成不見了 那倒不是錢 不要跟他批評 我不是批評人家的股票 我說不然親菜說這支就好 你起來沒賣也是掉下來 掉不太多 但是他就是台積電這麼掉不太多 他就糟了 我說這支 這支 他也是到達達標以後就整理了 其他的就是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是技術面的範圍 這支也是 這支也輸不少 各位議員 也是 達政耶 就到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是技術面的範圍 這不是基本面 你還說基本面要做什麼 我說不行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 我說如果以基本面的成長率到 是IPV跟APV宅板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最近 操作比較小心一點 我都跟你講過 在提及裡面有講 就是說 今天美國公佈PBI指數 生產者物價指數 震盪幅度會比較沒那麼厲害 基本上美國股市今天應該還不錯 但是下禮拜二 就是12月13號 要公佈CPI指數 現在講清楚 講CPI指數大家都很堅定 你了解嗎 都暴漲暴跌的 下禮拜美國不是要 立立會議要升級了嗎 就台北時間12月15號凌晨 它就公佈答案 公佈以後市場的反應怎樣 一定是兩碼 但市場反應怎麼 所以下禮拜美國的變數很大 所以我們才會比較保守一點 不是我不敢買股票 那我還是買 但是我就建議你持股五成就好了 因為你要讓它整理 這個技術面呢 它就在整理 你就比較乖 你不可以 你不要不要這麼囂張 你剛才要去 你看你就要下來 你乖乖就要下來 不是 人家都下來 你為什麼你要一直上去呢 你看它不是都在整理 它不是都在整理 大家都在整理 全世界都在整理 為什麼台灣可以自己漲呢 莫名其妙 人家不是都一直在整理 在整理 不是連韓國 連德國沒有跌 它也在用KD值在整理 有沒有 它以盤代跌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它不是在整理 它不是整理 它不是都整理整理 對不對 為什麼台北股市上禮拜可以創新高 不對 絕對不對 所以我說會拉回 那拉回一個禮拜夠不夠 當然不夠啊 但是拉回有沒有關係 拉回好啊 你漲了五個禮拜拉回 如果這個禮拜整理到下禮拜 不管下禮拜 我剛剛講過 美國公布的數據 我也不是說一定會大跌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說你要給它時間 因為市場都是要確定以後 法人才會大量的買進跟賣出 那我們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持股 百分之五十就好了 那如果說美國有 如果下禮拜有大跌 不要去怕掉那麼大聲 你就全部的錢再跌下去 再買起來 如果沒有大跌呢 整理之後如果要準備要轉牆呢 那你還是要再補回補回來 還是要買 那是看情況補的速度而已 反正最後都是要買 那我在飛環台連線我也講過 那如果你可以忍受 貨有大跌 這樣也沒關係 如果你可以忍受讓它套一下 短套一下 如果你願意 那我也沒話講 反正以後都會再大漲 你下下禮拜我就有把握了 那這個大漲會漲到哪裡 漲到封關 春節封關 比如說現在漲了五個禮拜 現在跌第一個禮拜 下個禮拜如果沒有大跌 就是時間整理了 用時間來混 用時間整理 把這個調回來 調整回來 KD值調整回來 你不能這樣硬拼 那如果有大跌呢 或有跌到大跌或是跌 現在是月線扣底值在這裡 還滿高的 月線短線來講看起來是有支撐 但是不能夠保證 因為還是有可能到這裡來 因為美國就有可能 為什麼我們不可能 你注意看 我沒有亂講 所以如果說下禮拜有大跌 你要趕快跟著我們來買股票 我錢都傳好了 我相信你也傳好了 如果沒有大跌呢 我不是跟你說過 你持股一定要先保留五成 你要讓它震盪 那不管有沒有大跌 我們都選這個股票 IP跟ABF宅板 雖然我今天也跟你講 像這種股票有漲停板 我們也是有這個持股 但是我最主要都不是講 這些什麼網通股 或者是其他的股票 我要跟各位講 IP股跟ABF宅板 等它整理之後 會一直漲到這個封關 春節封關 不是12月底的封關 是春節的封關 那你聽為什麼 所以你現在對於IP股跟ABF宅板股 你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被別人嚇到 不會 我可以跟你講 你特別注意 下禮拜 這支股票本來 這支股票本來今天 很有機會的騎天板 這一檔股票開高以後 因為它是半導體 所以有機會跟這支一樣 這支就直接震盪地騎天板 這一檔股票其實今天也有能力 像這個神準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像這種股票你要注意 整理之後你看都沒有跌 它也不算跌 你要注意這檔股票 尤其是這檔股票 禮拜一要特別注意 我已經跟你講明了 那至於宅板股 你要利用拉回的時候 量縮的時候進場 如果你現在目前宅板股有被套牢 你也不用煩惱 我跟你說你也不用煩惱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加入好友Telegram 193008 我再講一遍就是要利用下禮拜 不管是時間整理 或是空間的修正 下禮拜會結束掉 會結束 然後結束以後會開始啟動 第二波的一個階段反彈 一直到春節封關 把握這個機會 加入鷹派 有任何問題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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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